源於地積比起高了 這個主要問題 並不是收回土地的地權問題 另外林鄭的說法 在後來我們桃韻生議員 有一個書面質詢的時候 也是不公自破 當時發展局回覆我們 過去二十年來 香港其實只有八宗的收回土地個案 而全部都是政府勝訴的 當然是有私服覆核的 但這個私服覆核的例子 最短是幾天搞定 九天 最長都是少於一年的 所以我們的理據 依然是覺得我們是準確正確的 就是用收回土地比較有效 今天王偉倫的回覆 我覺得有三點要回應 第一就是有錯不認 死不收回 王偉倫一再在文件 或者口頭的答覆 就是說 林鄭的說法 是和政府的說法一致的 其實大家細心看文件內容 是並不一致的 林鄭當日回答我 就是用了一個錯誤的例子 令到公眾是有所被誤到的 我們只是要求簡單 你收回就行了 最好你都道歉 但竟然她都是不肯的 就一直引申到林鄭的例子 就是慣常的收回土地問題 我覺得這裡就是 大家有少許口同被爭 另一個問題就是混淆視聽 黃偉倫文中引述就說 引用收回土地條例 不可建基於一個口號或議員 在確立適用於有關土地的公共用途前 政府沒有理據及權力引用收回土地 我正正就是講這件事 沒有計劃前 當然是 這個媽媽是女人 我正在問就是 如果政府過去可以在洪水橋發展區 可以在元朗南發展區 去到發展新市鎮 作為興建公屋 以至其他的社區設施的時候 為什麼唯獨是這個做法 不可以引伸到地產商手上的 囤積的農地、棕地呢 我就問她 興建公營房屋 開拓新市鎮 一些新發展區 是不是公共用途 它是一再逃避 並沒有回答過一個字 只是重複回這個論點 並且就是說 我們的要求只是一個口號 我覺得這個是很混淆事情的說法 連回答一句 是還是不是都不敢 我對她回答 當然是公共用途 公共用途 過去就是這樣 洪水橋發展區現在正在收回地 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然到最後她都是露了底 那我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現在洪水橋、東北、元朗、南 這些發展區你用得呢 她文中的第三段其實都有答到的 她就說 其實她一向收回土地 都是現在慣常香港的方法 你看到我們對於小村民就收光了 我們正正就指出一樣東西 她聽了這麼久 問了幾個星期她都不明白 我們就問她 那把上方保劍 收回土地條例 為什麼只是針對小村民、小市民 你就說到異證詞嚴 就是公眾利益、公共用途 為什麼對著地產商的時候 你不敢一如既往 在過去香港發展 起飛的這幾十年 從來都用新市鎮發展的模式 會有新發展區 來到定了範圍之後 就進行有關的收地 哪些是官地就馬上用了 哪些是其他私人用地 不管她的地主是誰 不管是否四大地產商政府都敢收的 現在為什麼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大力推動公私人合作 並且說錯了收回土地 不斷將收回土地的權力和效能 降到最低 是一種誤導公眾的說法 林鄭也是舉錯例子 也不肯認錯 我對政府的表現很遺憾 到今天來說 他們依然抱此一種誤導公眾的說法 依然是不肯承認 那個收回土地的上方保劍 只是指向小市民、小村民 對著大地產商 收回土地條例的上方保劍 是生售的 是廢的 其實這就是我問他 我勸勸政府去做 我認為公民的使用 是最主要的規定 是一個人的規定 對著大地產商的規定 是對著大地產商規定 而是我們想要負責 但是問題是 我們看到負責 有雖然的規定 他們只能提供責 這規定的規定 到大地產商規定 和居住 但不是 太空和地產商規定 我們勸責 使用負責 NDA,the new development area and then resumed the land from everyone no matter he is rich or not but now we se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only applied that ordinance to the you know, civilians but not the vested interest people so I think that is unacceptable and ridiculous and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correct that problem and so as to resume enough land for Hong Kong people's housing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okay if w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use we applied that ordinance should be the fastest way and effective way to to regain the land and also it is rather fair and clear method and we have more than five decades experience to do so but if we try to use the PPP the general public may curious whether it is a kind of you know giving some benefit to the land developers or not why don't the government resume the land by compensation on the basis of farmland but try to you know divide the benefit of a developed land with the developers I think that is we mostly concern I think that is we mostly concern and that is any one has I think that the boss and that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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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便宜了一點 但是缺陷位在哪裡呢 就是市場的天價是會繼續瘋下去的 可以添到天比高 越來越高 如果有一天市場價已經不是兩三萬一呎 而是四五萬一呎 五折就是今天的七折 那是沒有意思的 一般市民大眾的收入水平是追不上的 所以我覺得他要具體交代那個做法 我覺得真真正正幫助市民的做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這幾年來的倡議 真是脫勾 用市民的負擔能力和成本價 續來一個參接的比數 而這個樓價最好是徘徊 我舉個實例 例如這四百呎單位 他只是賣大約二百多萬 我相信就針對到過往居屋的用戶 大家留意一點 過去七八年那個居屋的申請人的入息上限 是飆升得很厲害 接近是接近一倍的 由三萬多升到現在接近六萬元的 我相信未來的那一期 他為了要迎合的那個樓價 必須要承擔得到的話 有關的入息上限都會調整的 那是沒有意思的 那是一個無休止的競逐 所以我希望呢 他是有一套真真正正 落實到應普羅市民 上到車 接按個二 而是著重了使用價值的 即是說呢 那個公共房屋 公共資源的房屋 是不會輕易地在幾年後 轉了去私人市場 變成了產壞工具 所以我覺得呢 同一時間在另一邊 是需要加強那個管制 包括那個轉售限制 對象是要賣回房委會 或者是指定的陸表居民 或者居屋的可以申請的人 第二就是那個轉售年期 必須延長 不應該再是五年 我覺得最基本是 我的建議是十五年 那你確保那個人呢 買的時候呢 是一個用家 他不會一個人呢 就是買一間房子 十五年不准受得的 你覺得他不用家 但是五年呢 我是覺得呢 市場的樓價的變化呢 是足以令到 有些人引誘到他呢 將這個公營的房屋 變成了私有產權 變成擺了出去的私人市場 要明白這件事 一出去就不回頭了 他補了地價 那一塊本來是由政府 資助的房屋呢 就會永遠地 在那個比例裡面 不再存在 那我覺得這個是缺陷 為一定保實 你覺得跟市場 應該要缺歐 就說那些案件 會否有一個 我覺得應該以市民 那個入息 中位數 作為一個指標 那我們現在的中位數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萬兩萬元的數 那我覺得要用這個數 你用不同的家庭組合 也都有不同的數 那這個似乎是比較合適一些的做法 而不是現在的做法 就是因為樓價升了 居屋都現在接近摩頂一萬元 那我們就要調高它 下一期可能是六萬元的人 才可以申請到 那樣 那我覺得這是賭果為恩的做法 OK 麻煩